各位学员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一集建造师 水里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 金讲班的学习 那么我们的这个从今天开始启动 咱们金讲班的学习 首先呢给大家先简单的提一下教材的变化情况 估计呢我们的很多学员拿到教材 以后呢也会翻一下 今年的教材和去年相比较的话 总体内容核心内容变化不大 监管网已经在这方面做过相关的统一分析 我相信呢大家已经看到了监管网的相关的分析 那我们从总体内容来看呢 技术部分的话是做了微调 微调的部分呢 应该讲的是并不是咱们最主要的部分 只是做了我的定位 它只做了局部完善 这是关于技术部分 那么当然我们在具体的技术部分 讲到相关的变化内容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进一步强调 因为每年变化内容呢 往往是我们每年的那么一些高频的命题点 然后管理部分呢 今年总体变化也不大 那么监管网大致做过一个统计 总体来讲变化在10%左右 这是对教材的总体一个变化情况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今年的教材 尽管变化教材变化不大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用最新版的教材 那么这一点呢 还是希望大家在下面的复序中 要注意的一个点 这是咱们开始课程前的话 首先关于我们使用的 我们的这个 我也多次提到了 咱们的这个建造师的考生还是很幸福的 因为你直接拿到的它命题 它这个书呢就叫做考试用书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 每年的考题呢 应该讲绝大部分内容呢 都是在教材里面的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的金奖班呢核心内容 一定是什么呢 要把教材吃透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注意 我的用词是吃透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年的考题 有一些是直接考核的 比如说客观题 咱们20个单选 10个多选 没有超出教材 从来没有啊 这一点呢我们是可以给出这个结论的 所以说呢 关于客观题的40份呢 应该都在教材里面 我们就拿20年的考题 简单的回顾一下 20年的考题呢 应该讲呢 20年的考题单选题 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简单的 只有一题略微偏了一点啊 但是呢总体来讲呢 去年单选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去年的多选题呢 有两题稍微偏了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呢 也是在我们的预计翻译之内 因为我一般的大致的这个评估的话是 单项选择题每年大概有三到四题 会略微偏一些 但是去年的单项选择题出的很友好 只有一题略微偏一点 多项选择题一般有一题左右 会略微偏一点 一到两题 很少达到三到题都很偏的啊 所以说呢 那么去年的多选题呢 那么有两题略微偏一点 所以说呢 我是给大家的这个评估的话 是去年的客观题 你至少应该拿到至少三十二分以上 那么我觉得大蒙学员的话 如果是按照整个金养班的里程下来的话 你三十五分以上应该是正常的分值啊 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呢 一定记着在整体的复习中 我刚才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一定要牢牢的抓住教材 把教材吃透 第一个吃透呢 是一定记着教材本身的内容 比如说客观题的 我们所说的离散点的 离散的知识点的密提点 都在教材里面 那么这个四十分的话 正常情况下 你至少应该拿到三十二分以上 那么另外呢 到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呢 那么光吃还不行 要透 那么这个透呢 就是呢 你对所涉及到的案例点 要进行了一定的消化 那么这个消化呢 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的 在金养班里面 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相关的案例点 给它提炼出来 给大家讲透了 首先是要讲透的 另外一个呢 你自己要消化透了 去年的总体的案例点的话 那么有极个别的考点 是略微偏了一点 但是呢 不影响大家通过 所以说我觉得呢 那么这个 你按照我们去年金养班的 要点去抓的话 正常情况下 我觉得你考到一百亿以上 应该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那么这个考通过呢 如果说呢 你整体按照金养班的 这个要求去 我个人觉得通过 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去年的这个案例呢 我现在还没完全拿到 去年的这个客观题 我全拿到了 但是案例呢 我还没拿全 我大致看了一下 去年的案例 应该是呢 那么咱们的覆盖率 绝对在90%以上 那么也就是回到 我们现在的话题来 也就是呢 大家呢 把咱们这一个呢 第一个班次的 尤其是针对呢 我们的一些呢 增向的考生 尤其针对呢 咱们没有一点水利的 底子的考生 那么金养班呢 务必把它 还是要花点工程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呢 这一部分的学习 首先呢 总体的内容的架构 在预行班里面讲过了 简单回顾一下 那么整体的内容呢 分成三大块 水利水电工程技术 那么第二块 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 就是你看它的指向很明确 那么第三点 那么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相关的法规 及强势性条文 那么这三大块里边呢 一定记着 它是以考建造师的目的是 服务于 那么我们的这个 项目负责任 这样一个岗位的需求 那么所以说呢 我始终强调呢 那么这个岗位的需求呢 它应该是一个呢 懂技术 会管理 善进行的 一个符合适应人才 能够胜用的岗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整体的架构呢 首先懂技术 技术打底 然后呢 会管理 那要懂得相关的管理技术 那么或者我们叫 水利水电项目的 或者叫项目的 那么专业管理技术 那么另外呢 还要懂得相关的法规 所以说整体的内容 架构的三大块 从考试的重点来讲呢 那么我在预计班也讲过 咱们技术部分的话 在那么这个客观题里面呢 那么大致有点印象 那么在客观题里面的话 一般单选呢 在九到十题 多选呢 一般在四到五题啊 那么我们呢 就按照这个一半嘛 单选十题 多选呢 五题十分 这样的话 客观的一部分呢 二十分 然后按理分级题目呢 在总的一般 二十分的分级里面的话 一般的是在四到五十 这么多年呢 基本在很少突破五十啊 极革命年份 大概在我们西换呢 在五十二分左右 那应该讲 这个目前的分级比例呢 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所以说呢 我估计今年的话 也是在五十到七十 五十七十这样一个比例啊 所以说呢 技术部分呢 总的分级呢 应该是占了二十 加上五十 占了七十分 然后呢 那么咱们的这个呢 应该管理部分呢 那么是占了将近九十分的分级啊 那么所以说呢 大家呢 对这个比例呢 大致要一个理解 但是呢 技术部分尽管呢 那么我们讲呢 占的没有管理部分那么重 但是呢 我们始终强调 技术部分是打底的 它是基础 那么所以说呢 那么我们的总体的内容呢 应该讲呢 从实际安排角度讲呢 那么是三大部分 前面的两部分 我们总体在实际安排讲 在下面的近两分的实际安排来讲 应该是并重的啊 那么关于这个的实际配置的话 我基本上这两块的实际 那么在总的实际安排呢 是差不多的 那么管理部分的话 略微多一点啊 那么这是呢 关于呢 我们整体的内容的一个实际安排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这一部分内容学习 首先呢 那么对总体的技术部分的话 我们先做一个呢 总的一个概览 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叫工程技术啊 工程技术 这个工程技术呢 这个地方的工程技术 水利水电的工程技术 它其实呢 是包含了 那么这个 勘测设计施工三大块 这个三大块的构成呢 它是服务于 咱们建造师的 那么将来呢 单纲项目负责任的需求 实际上的话 我们从水利水电的 工程技术来讲的话 它的涵杆面 不仅仅是勘测设计 施工 那么应该还包括规划 我们呢 应该讲呢 有一些学员是属于呢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啊 或者我们叫水利利的 包括那么 农业水利工程 一般呢 在学校里面 对于整个专业的 它的一个 那么专业的一个培养的话 定位呢 是规划 勘测设计 我们预本就叫做呢 咱们这个呢 从把它呢 整个一个培养过程 把它看作 那么 那么我们讲呢 看作一首歌曲的 我们叫做三部曲 那这样提法叫 规划 勘测设计 叫做三部曲 但是从我们考 建造师的角度讲呢 规划 这个内容呢 设计的不多 所以说呢 落点主要落在 勘测 设计 和施工 这样的三块 那我们在具体的 章节安排来讲的话 除了 我们的第一大节 水利水电的 勘测与设计 以外的 从第二大节开始 水流控制 一直到 那么咱们这一个呢 水利水电的 那么 施工的安全技术 那么这些内容呢 这些内容的话 都归为 都归为 施工技术的范畴 都归为施工技术的范畴 这也就是呢 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 整体的架构 刊测设计 施工 其中呢 整个一个第一部分的 考核的重点 落点 非常明确 落在 施工技术的考核 那么至于说 施工技术呢 咱们所看到的 那么这样的 八节的内容 或者八大节的内容 它又是如何进行呢 安排的 或者说 它们之间的逻辑 关联性是什么 这是我们呢 讲到施工技术这一步 我会给大家进一步来梳理的 我总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呢 我们在学这一步内容的时候呢 还是 尽管呢 那么咱们在这个 这本教材里面呢 它也提到了 那么作为硬式用书 那么缺乏一定的逻辑关联性 但是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还是要把 那么整体内容的 一个逻辑架构理清楚 你把这个逻辑架构理清楚以后呢 便于去学习 因为呢 我们碎片化的时间 碎片化的学习 因为呢 大家的学习都是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的 但是呢 我们对于内容呢 我个人的呢 你要把这个相对来说呢 碎片化的内容的话 整体的给它理一理 给它形成一定的 建立它一定的 那么逻辑关系 形成一定的内容的 那么这个知识体系的架构以后呢 那么便于大家呢 把它统图在一起呢 进行思考 也便于我们的理解啊 所以说呢 那么整体内容的话 我们的架构三大块 那么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主要落点 落在施工技术 就是说施工技术的 这些章节之间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关联性的关系 我再讲到施工技术部分的话 再给大家强调 那么我们的这个呢 今天开始呢 咱们首先介绍 勘测与设计 那么勘测与设计的话 那么这两个内容呢 主要的重点是落在设计啊 也就是说呢 我在之前讲过了 咱们的这个呢 在学习每一部内容的时候呢 你首先呢 对这部内容的话 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我想呢 那么咱们听课的各位学员呢 一方面 听这个课程呢 是为了顺利的通过考试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呢 对自己的知识能有一定的拓展啊 当然了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呢 还是宗雄 一定是目标导向 是以通过考试 以这个呢 作为了最主要的指向 但是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呢 不光是通过考试 能够在自己的这一个呢 那么知识储备方面的话 能够有所那么提升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啊 首先勘测与设计 勘测与设计的话 刚才我讲的 我们首先是服务于考试 从考试的这个目标来看呢 那么这一大节里边的话 它的重点定位呢 主要是在设计 勘测内容的话 局部的也涉及到一点 对这一块内容呢 那么勘测的话 主要是涉及到这样的三节 设计呢 我们讲到再说啊 勘测的主要涉及到这样的三小节 一记使用 施工测量的要求 以及呢 水里水电地质与水平地质条件分析 那么对整个这一大节的定位呢 目前呢 我都强调定位呢 是以最多呢 它到熟悉一个层次啊 因为呢 我之前也提到了 我们早期的大纲的话 它会明确 对于没部分内容的 那么一个呢 把握的程度 了解熟悉掌握 基于了解熟悉掌握 它对应的主要在哪里呢 在考题里面有所体现 掌握的内容 一般案例里面会出 熟悉的内容呢 局部的会涉及到案例 主要的是客观体 而了解的呢 只是在客观体里面 会少微的带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整体复习中的话 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 那么这个掌握的程度以后呢 或者要求的程度以后呢 我们在复习中的话 就对四百多页的 这些内容的话 就一个呢 合理的 相对合理的实验安排 那么我回到这个地方呢 勘测这一部分内容呢 总体的一个定位呢 是熟悉 应该讲 更大一部分呢 是了解 当我把这个讲完以后呢 大家就心里有数了 也就是说 对整个这一大节的定位呢 那么你花的时间 不要花太多时间 给你的复习建议呢 如果有时间 把教材通看一下 那么作为呢 你拓展你的知识啊 如果说大家呢 这个碎片化的时间 用于复习的 如果说实在时间太紧 你就按照我们强调的重点去看 就可以了啊 这是我对整个这一节的定位 那么然后落到具体的细节呢 测量仪器的使用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局部的客观体 所以对这一小节的定位的话 大家呢 就把我们强调的客观体 强化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时间 不看药材问题不大 然后呢 关于这一大节里面的话 我们刚才提到了 局部可能会涉及到案例 那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在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测量的要求 这个呢 是整个这一大节里面呢 大家要少为八点十节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那么这个作为未来的项目负责呢 尽管呢 具体你不开展测量 但是呢 作为项目负责呢 你要对施工测量的相关要求 要清楚 那么这个要求呢 我们在后面会进一步强化 那么这里面呢 涉及到一些局部的一些呢 安利点 这个安利点呢 大家是要求掌握的啊 那么这是呢 对整个三节里边的 第二小节的一个定位 那么第三小节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 与水门地质的条件分析 那对于这一小节的定位呢 也是客观体的考核点 局部的涉及到客观体的考核点 所以说对于这一小节的定位呢 那么大家呢 主要就把这个客观体的离散点 抓住就可以了 同样的 有时间教材看看 没有时间教材不看问题不大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复习之前 首先呢 对整体的这一大节 所涉及到的各小节 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定位 也就是说 我这个定位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你从考试角度讲 你到底要花多长时间啊 也就是重点是花在第二小节 那么下面呢 我们呢 既然定位明确了 围绕着整个这一大节呢 我们总体的一个复习思路 就是把离散的客观体 给大家拧出来 然后针对第二小节里面 所涉及的安利点 给大家进行强化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对着教材来啊 请大家把教材拿出来 在我们教材的第三页 那么第三页 首先关于测量仪器的使用 那么这里面大家一看呢 它给你首先 节名给你给的很清楚啊 测量仪器的使用 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面呢 你着重呢 重点是落在测量仪器 相关的测量仪器 要于一定的了解 然后呢 对它的使用 要于一定的了解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点呢 很快也就抓住了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啊 首先水种仪的锋利局作用 那么这里面的客观的考核点 普通水种仪用于国家的三四等水种 及普通水种测量 做选题 精密水种仪用于国家的一二等精密水种测量 这个要知道啊 然后再下面 关于国产水种仪仪器的型号和精度 按照它的精度把它分为DS05 一直到DS10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清楚水种仪它的型号表达的含义 那么这个D呢 代表的是大力测量 S代表水种仪 尤其是后面的数字 这也就是我们每年都有的 叫数字力考核点 唐人品考核点 那么一看一个仪器 比如说DS3 大家都知道了 对于它是一个大力测量水种仪 对吧 那么这个水种仪呢 它这个DS3 3代表什么意思呢 反映了它的精度 具体来指 表示的是 每公里往返测量高差 中数的偶然中差 为正负要点 正负单位 3毫米 抓住这个点 就可以了 好就过 那么另外呢 水种仪按结构氛围 尝试性考点 微轻水种仪 自动安平水种仪 激光水种仪 数字水种仪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多选题 过 那么再下面到经纬仪 教材的第四页 那水种仪主要是用于水种测量 也就是我们测高层的 包括 后面我们提到的 施工测量的要求里面的 涉及到呢 成降的 成降的 就是我们的垂直方向的 那么这个呢 变化的话 我们是用水种仪来测的 那么下面 金伟仪 给作用 那么金伟仪呢 同样的 对它的型号要知道 D杰05 一直到D杰10 同样的 那么型号里边的字母的含义 和数字的含义 D大力测量 结金伟仪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数字呢 表示仪器的精度 那么它主要表示一个测回方向的 一个测回方向的 那么它的这个 那么要求的一个精度数据啊 比如说 这个地方我们背上去啊 大家看一下教材 第四页 那么第四页的 第四行 仪器的精度 代表的含义 你把这个呢 在书上标一下啊 比如说 咱们D杰05 05表示什么呢 一个测回方向 观测重误差不超过要点 正负0.5秒 是0.5秒 05代表是0.5秒 把这个注一下 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是咱们要注意到 另外同样的 它的分类 常见的分类 游标经理仪 光学经理仪 电子经理仪 这个要知道啊 那么另外呢 水肿仪主要是用于呢 高层的测量 而经理仪呢 它的用途是 主要是包括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 用水肿仪经理的话 主要是要进行呢 咱们方样工作啊 包括水平 包括垂直 对吧 垂直呢 你可以用的是水肿仪 那么平面呢 我们主要是通过角度 所以说呢 它的用途主要包括呢 水平角测量 和输入角测量 另外水肿仪呢 拓展 可以用于低精度测量 低精度测量中的 视距测量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多选题 知道就可以了啊 关于呢 其他几个品种呢 大家看一下 一般红套考的啊 这是第一个考核点 就是关于常见的两类 呃 测量仪器 水肿仪和精理仪的 型号的一个认识啊 呃 把这些点呢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 常用的测量仪器的使用 那么这个仪器的使用呢 主要是抓住 它的使用步骤 呃 在这里面呢 使用步骤的话 它常见的考法呢 会给你给出 那么这个 比如说水肿仪和精理仪 一种呢 让你给出正确的 水肿仪的 或者精理仪的 它的步骤 打乱以后 让你把正确的顺序排出来 呃 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 包括 也可能会涉及到呢 水肿仪精理仪在使用中的 一些细节的考核 比如说 我们考了很多次的 精理仪的照着 关于水肿仪精理仪的使用 如果有条件的话 那么我个人建议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到你的菜价尺去 自己呢 找一个 一起给你考建造式的 两个人 你只要把水肿仪精理仪 找个地方 使用一次 基本上掌握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细节我就不展开讲了 因为呢 作为考试啊 那么我们呢 毕竟呢 是要讲究呢 还是呢 服务考试 所以太细的细节不强调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不要把步骤注意一下 那么精理呢 它的水肿仪的使用呢 它的步骤比较包括了 注意它的顺序啊 首先第一步 安置仪器 具体安置仪器 我就不讲了啊 三脚架 有些学院用过的啊 仪器安好以后 然后呢 第二步 粗略整瓶 粗略整瓶 粗略整瓶呢 它的标志 后面会强调 原水肿气泡聚中 然后再第三步 调胶和罩种 调胶和罩种 然后呢 再下面一步 精确整瓶的标注 水肿管气泡 涉及到水肿管气泡 那么精确整瓶以后 再读术 你注意它的顺序啊 粗瓶调胶照种 然后再精瓶 再读术 这个顺序和精理 是不完全相同的 这就是我们在复语中 要少注意的啊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记不住 最好呢 线上操练一点 如果说呢 那么这个呢 没有线上条件的话 水肿仪和精理 做简单比较 把他们的步骤 顺序搞定就可以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细节 首先呢 安置一切和粗瓶 那么这一步里边的话 强调的一个点呢 就是在什么情况下 属于粗瓶呢 粗瓶的标志 记住啊 原水肿气泡聚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呢 那么这个 咱们属于粗瓶了 然后第二步 调教和罩种 调教和罩种呢 在这个里边呢 如果说啊 大家呢 这个没有现场 行动条件的话 那么你可以呢 去找个望远镜 用很快去解决了啊 现在找个望远镜 容易啊 你就是拿小朋友的 这个玩的 我们原来的 记得要很多的 卖那个军用望远镜的 咱们就不提了 你看一下 很多的咱们这个 现在那个 小朋友的那个玩具店里面 他都有卖望远镜的 你去看下去 找一个 自己看一调 调一调怎么回事 搞清楚了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 主要有一个呢 就是呢 那么咱们的这个视察 那么视察呢 这个里边呢 解决的办法 把这点注意一下啊 因为这在使用中呢 是它这个要点了 那么记着啊 一定是先目后镜 先目镜后悟镜啊 我们叫先目后悟 那么咱们要把那个 望远镜看清楚的 我们主要调的是 记住 要点是目镜 目镜的调角螺旋 要点看清十字丝 然后呢 再转动物镜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 你对于水肿泥的使用 它消除视察的要点 是先目后悟 这样子就抓住了啊 目镜呢 看清 那个物镜呢 然后呢 那么这个再调 那么这个直指持相 直指平面重渴啊 那么这样的话 就记住先目后悟 那么这个调校 照种以后 再下面进行精品 那么精品呢 主要的要点是 水肿管 气泡 我们下门口 抓住要点 已经精品了 然后最一步读术 那么读术呢 我们记得要点 是在中词上读术 它有上词 有中词 有下词 我们在中词上读术 然后呢 小数点 保留思维术 好了 这样的话 关于呢 水肿泥的要点 就出来了 对吧 一个再强调一下啊 大家要记住的 客观地考核点 第一个步骤 那么这里面 务必注意啊 咱们是 调校照种以后 再精品 然后呢 再读术 把我刚才 强调几个点啊 强化一下 可以了 这点可以过了 然后再看 精品一的 精品一你看它的步骤 它是呢 对中 不是对种啊 是对中 然后呢 整平 然后赵种 再读术 其中呢 赵种呢 是精品一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所以说呢 围绕着赵种呢 大家把赵种的几个 要点再掌握 那么这里面呢 主要落点 落在哪里呢 你对精品的步骤 要清楚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强调要点 先目后目 那么先调镜 看清 望远镜 对吧 目镜调校 然后呢 粗描目标 再物镜调校 然后呢 再种确 再种确 描准目标 那么这样的话 关于呢 金伟仪的 它的照种步骤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高频 抓住就可以了 好 围绕着刚才几个点 咱们来看一下 17年的 距离现在 也是快四年了啊 使用金伟仪 读题 我们在系列班 也会强化啊 当然了 在我们整体的 进展班的学习过程中 涉及到那些题目 我也会给大家不断强调 一定记着啊 问题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抓住 不管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 还是呢 再到一个呢 复杂的阿里凤尼题题目 还是你工作中 一定记得问题 提连出 问题导向 这是我们呢 在工作中 生活中 你要不断训练的 抓问题 要中确 很快的把问题要抓住 这也是我想呢 大家呢 在工作中 包括你的生活中 不断要凶炼的啊 那么功可死你了 对吧 逻辑性要强 好 我们来看 使用金伟仪 进行抓要点 赵总 抓关键词 赵总操作是 正确的步骤 那么我们呢 一看呢 赵总操作的步骤 马上想到了 它的核心点落在哪里 先目 后悟 好了 那么在这里面 很快的凌选 目镜调教 目镜调教 下面两个 放弃了 对吧 那么完了以后呢 先目后悟 先目后悟呢 在这里面呢 目镜调完以后呢 还要怎么样呢 粗描目标 然后再悟进 不是说是你目镜调节 完了以后 紧接着就悟进调教 所以这里面呢 要注意呢 悟完了以后 再粗描目标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呢 很快选出来 对吧 目镜调教 然后呢 再素描目标 再目镜调教 再中调目标 这就是以前的考调 这样第一节 我们就发个小句号 凭你的建议 教材不要看了 这样的我们呢 刚才强调的这样一些 客观的考点 去强化就可以了 当然了 再啰嗦一句 大家如果说 想学相关知识的话 可以少用系统 读一读 对付考试 刚才内容足够了 要是吗 有信论的 好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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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